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上我们的老朋友王元八段和贾倩猪段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点评 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企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3年的新年 我在这里先预祝大家2013新年快乐 奇艺进步 家庭幸福 好的 各位企友很高兴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在新年当中欣赏棋局 那么今天我们还是要给大家重新回顾一下 2012年金丽智轮手机杯维甲联赛第二十二轮 就是最后一场 对 是最后一场 这个比赛当中的棋局 刚才主持人也给大家做了介绍 那么这两位棋手 这个贾倩宇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古力九段的大名 我想就不用我来介绍了 那么多的冠军 国内冠军世界冠军 而且是最近风头又正进的 那毛日龙四段呢 我是想说一下 它是原来是山东队的 然后就是山东二队 然后现在就是在今年的维甲联赛中 就是代表华一队出场 你说的是去年 对 上赛季是那个 2012年 你说的2012年去年 现在我们是2013年 对 我可能不能再说 是今年或者去年 我应该说2012赛季 对 然后它是安徽华一队的队员 现在不久前呢 刚刚拿了龙心战的冠军 对 就在2012年年底 他拿了龙心战这个快期赛的冠军 对 在这个快期赛当中拿冠军 这个分量不是一般的 因为简单议论一下吧 就是现在这个年轻棋手的棋 他们就是短平快 就力量很强 对 所以如果能够在快期比赛当中 拿冠军的话 这个年轻棋手的棋 一定是非常和现在的潮流合拍的 这合拍是什么呢 续算的速度很快 算得很精确 出手也快 出手也快 力量强 就一定是这样 所以毛锐龙就有这样的印象 行 那么简单 赛前给大家聊一些这些 然后我们就进入棋局 古力九段 贾前刚才也说了 大名鼎鼎 不用多介绍 但是今天也是我们欣赏一盘棋 而且这盘棋我们是之前看过了 要给大家介绍 如果要有一个引导词的话 这个引导词我就想说这盘棋 我们通过这盘棋可以看到古力的另外一面 当然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毛锐龙他另外的一面 那么他这个另外一面相对于什么说是另外一面呢 就是相对于现在职业棋手他的主流力量 精心动魄计算 原来他们两位下棋也还有幽缓的一面 打个引号也还有和平的一面 行了解了这个我们再来看棋 看能不能增加一些味道 黑棋那是古力九段 小木白棋毛锐龙占腥味 黑棋然后错小木 白棋小木 我这个不能乱摆 这个一路之差很关键 对对对 这刀棋非常有意思 是最近他们年轻人更自由的棋 其中的一个符号 它是一个符号 据说是古力比较对这个布局比较有中安 或者说比较有研究 对 或许是吧 但是要说有多少研究 我们期待着古力什么时候 祝苏力说 专门给我们说明一下 最早呢 因为是咱们天津的流星期段 他这个反正我的印象中 他下的比较早 如果不是最早的话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写这个棋的评论文章的时候 我说这招棋 我都打个引号 说它叫流星流 流星流 行 这招棋呢 它改变了 可以说是改变了过去吧 过去认识为棋的一些观念 多少一些改变 就是这个空间啊 你看它这个叫小飞手脚 这个叫大飞手脚 都是有的 超大飞手脚呢 如果没有周边的条件的配合的话 超大飞一般是鱼形 因为他走完了之后 高不成低不就 他没有下一手 对 高不成低不就下一手 你最实在的是这个 这个 心位大飞脚扎钉看上去像 你现在来走这个差一点 如果你张牙舞爪走得太多了之后呢 这里头人家活气也可以 但是强强是这个东西 如果一定要说呢 我就想这样来说假签 就是我们中国古旗当中 清代古旗当中有一个术语 一个叫小铁网 一个叫大铁网 那么这个术语说的是什么呢 顺便给大家报告一下 但是我们观众朋友当中 我们喜欢围棋的这些朋友当中啊 如果对古旗有些了解的话 大家是知道的 假象过去都叫坐子旗了 对 这个不看别的地方 就看这个局部吧 这个我们叫超大飞 是吧 古旗呢 这个叫小铁网 这个叫小铁网 这个叫大铁网 我也来学习一下 这个叫大铁网 就是星卫猜四叫大铁网 星卫猜三叫小铁网 根据这个道理我们来看 也许年轻人现在无意为之 开发的这个东西 跟古旗的大铁网 跟古旗的大铁网小铁网这个术语 或者说这个旗行结构的概念 有意无意的有一些联系 我是这样想的 你看这不是猜四吗 这叫大铁网 这个叫小铁网 所以呢过去就发现小飞脚 大飞脚 然后这个小铁网如果说这个旗行超大飞啊 这个旗行有些缺陷 那么它再大一路 在这个里头就弄出一些非常奇特的东西 变化就变了 但是据我所说王老师 这个它这首旗好像是从这首旗来 是 演变过来的 对 这个叫中国流的一半嘛 也可以叫迷你中国流是吧 迷你中国流 修正中国流 修正主义 中国流的修正主义 那么下出这个旗行呢 已经久了几十年了 已经是五十年以上了 那么众多的旗手呢 对这两个旗子 它配合的一般规律都有些了解了 一般规律要总结的话 有好几条 大家大体上了解了 但是它这个弧度变了 你比如说变成这样 它的逻辑规律就变了 它又缩小一路 这个逻辑规律就又变了 价值观都变了 变成什么呢 这个三言两语就说不清楚了 可能也是经过无数的实战 然后来总结的 觉得这个位置可能会 不能说它好 它就是说改变了 大概是因为可能这样的话 白旗会在这边分头 然后这边就飞的话 可能这边的变化可能有点问题 总之要做结论很难 总之它就是改变了 它就是改变了 挺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的 有了这些印象呢 主要是便于了解过去的围棋 和现在围棋 它是怎么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呢 我们要议论过去的高手 和现在的高手的时候 反正在我心里 我都只好这样说了 过去的一些著名高手 他们下的围棋 和现在这些著名高手 下的围棋 有点不一样 他们的棋有点不一样 但是很难说出来 谁的比谁的好 对 它不是说谁好 和谁不好这个问题 就只有这样说 对 因为这个本来就不是 能放在同一个时代 来比较的东西 对 这个就很 确实很难 过去那个 侯宝林先生的相声当中的 关公战琴琴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段子 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也是这个意思 挺好 它就是不太一样 确实不太一样 行 我们看这个 就鼓励下了一个这招棋 然后白棋呢 是毛肋龙 下了这招棋 这招棋也都是好棋呀 行 黑棋下一招挂 现在的棋局 我们说一无同局 就是你无论围棋下多少盘 都不会有一盘完全一样的 也许从理论上来说 会有一盘棋完全一样 但是这个是在 具现在不知道多少万光年之后的事情 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是不是 那么现在围棋它之一无同局 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每一盘棋一定 尤其是在我们精力智能手机 被围甲联赛这个赛场上 每一盘棋基本上吧 每一盘棋都会出现 几招之后就出现全新的一个画面 对 可能也是最近他们国手的研究比较多 对 主要还是创作欲望强烈 我们总是推翻一些老的东西 然后再研究一些新的东西 对 不断地推倒又重修 推倒又重修 我这个表的方式说出来 可能岂有 我们朋友能听得出 我这个好像你挺不满意似的 推倒了重修 推倒了重修 这不是白费劲吗 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 挺好的 就很自由 行 我们接着往下看 逛 白旗迂回 对 大飞 它的理想当然就是黑旗补一个了 但是这个旗行 但凡黑旗要补的话 它不会百分之百的好 因为你只要一补 被人家一逼迫你一补 那你就不能证明 这个只是此时此刻最急的一招 是不是 因为它难道不是这个好一点吗 或者这个好一点 或者干脆就是这边更大 所以它一般 它既然走成这个所谓的流星流 或者谷地流 下沉这样这个旗行之后 它就不会 循规蹈矩地去补 是吧 我估计要补也是要补这个 对 可能会挣个新手 它有这个吗 可能又是一个新的话语 唯恐天下不乱 行 鼓励干脆就不走了 有很多下法 反正它第一个要排除的是这个 好 鼓励是拖 这个也很好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关键词就是看他们两位的另一面 好 下一招棋 白棋必然的 你不走 他当然就要进去 黑棋下一招 当然是要出头 这个还是好点 接下来就有许多故事了 变化就很多了 接着我们看 白棋实际上 毛瑞龙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下法 以下 他这个下法和以下的几招下下去 给我的印象就是 这个小伙子也很好 刚才说了 过了十多天 这盘棋之后的十多天 这是2012年12月08号下的 过了十多天之后 这个小伙子就取得了一个全国快棋大赛的冠军 这个冠军鼓励参加不知道第几轮就被淘汰了 是不是 说明他很了不起 但是尽管如此 年轻人当然也有 我们想对他们做一些建议的地方 就是看得出来他和鼓励比较难 还是宽 就是宽 还有厚 这两个方面 还有欠缺 宽和厚 这两个方面都有欠缺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边一招棋 白棋走了一个 比较朴实的一招 这个倒没什么 但是这一下 会不会就是把这个味道卖掉了 以后再脚里生根 对 稍微有点不同 对 但是一般来说 这个棋型当出现 这样的棋型的时候 他这招棋 为什么不是先踢一下呢 甲浅你说 一般来说 应该先踢 他的语言就是 你正常的 顺畅的时候 下边一招棋 白棋 非常舒服 就是这一拐头 是你很难受 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 更难受 你不能连接 但是不连接 你这个棋又不好下 你看这个连接 是我们老师要批评的 是不是 鱼形三角 显然不形 你这些连接 你终归是被人家点到方了 它大的方方跳出来 你就难受 你这个不连接 你愤怒地走 人家下一步就直接把你 就拖这个就行了 下一步他拖这个就行了 我就说直接顶段 也是一招 拖就行了 拖你下一招就不好下 就没得下 你看你扳 你扳它就退 它再短 它再短 它就退 你接着走 这个你就很难受 是不是 所以本来这个是个下的 作为黑棋来说 因为这个变化涉及到一个 所谓流行流 或者鼓励流 它周边的一些 一般的规律 所以给大家简单啰嗦一点 那么黑棋 黑棋就不能长 不能长你下什么呢 比较漂亮的是飞 但是一飞 假象我们发现 和这个子的配合有点问题 对 你这个飞完 不是这个就是 中国象棋当中 著名的一个 你这个像就飞不动了 我们围棋这个 穿象眼这个程度 也是借助中国象棋的 表述方式非常好 你看这一穿 象眼兼穿伎俩型 不是我们现在发明的 是清朝的时候就有 这个说法 这叫穿象眼 说明在清朝的那会儿 象棋和围棋 就有好多 共同存在 共同互相有联系的 这么一种社会现象 这穿象眼又不好动了 这个我觉得下一招棋 假签 如果作为现实问题 黑棋 你说下一招怎么下 凭你的感觉 当中 对 这招棋是高手 就是他直接走 没法走 相眼尖穿伎俩型 说的是什么呢 如果出现相眼尖穿 黑棋最忌讳的是 一个爬 一个冲这个 一个爬这个 还有一个冲这个 一个爬这个 相眼尖穿伎俩型 这是诗相下给我们总结的 清代其盛 那么你都不能走了 怎么办呢 好那你就不走 叫做 这个 独善其身 这个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那你现在就这招棋 无棋自补最好 那像这个呢 成为一盘棋 白棋的下一招 是继续问 这个是好棋 接着问 还是要让你表态 而且这边还是不能 还是不能表态 这个变成另外一盘棋 正常情况呢 应该是这样的刑期规律 但是呢 在这毛锐龙 他就下了 当然你如果 他贴的时候 你不让他管 你直接贴嘛 这个白棋 二指头很舒服 这白棋也可以 你靠插一段 他就长 他就长就行了 你这个再长先手 没关系 他就补就行了 你这两个人 打不过他两边 脚上还要对他靠三三 靠了还连斑 是吧 所以你还缺一手棋 脚上几乎你还要补一手 不然的话 他这一靠 靠了连斑 一连斑 也很难受 行 这样我们大家对这个形 对这个心情 年轻人下出来的心情 他周边的一般规律 就多多少少有些了解 接着我们看 实在毛锐龙爬 鼓励退出来 那么下一招其实就有点 就有一点这个 他想灵活 这就是虚的吗 虚的 这算一个虚的棋 其实我觉得既然像成这样 你就靠三三 靠连斑吗 不用斑就退 接着问 就接着问 这个外面气景 不知道是虎号还是长号 还是虎 因为如果你一挺进去 就被他一拐头 接着问 这个气景 就这样是比较正常的 比较正常的 那么年轻人他总是想另辟蹊径 以前也给大家议论过 就是这个既是我们为期发展到现在 年轻人成长很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们个性释放 创作欲望强烈 随时都在练脾气劲 有一个小小的副作用 非常小 比这个正作用 比正能量正作用小的多长 就是倒水的时候 把孩子也倒掉了 他把传统当中有些东西 现在年轻人也根本置之不理 就是围棋盘上的 而这些东西当中有一部分 还是千锤百电之后 总结的很有价值的东西 那么说到他这个现象 我相信我们琴棋书画 这四界里边恐怕有相同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当中 发展到现在的时候 有相同的问题 行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就是最传统的下方 其实也完全可以 好 他下了一个飘的 他偏就保留这个 好不好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鼓励下一招一招 这个当然要退 然后这个形 黑棋好像也像抓不着僵的样子 如果你害怕呢 你尖这个是吧 加上我们发现白棋就是 不交换了这个 就变得好气了 他下一步就打了 你还得蹲吧 不好意思 随便你飞呀 就行了 你下一步是拐还是爬 都很能决定 你要是不管 你拐已经是后手了 这个爬真的爬太累了 你拐已经是后手了 他不理他 你不管呢 有一天他挡住了 你喊手 你脚里面的 对 最后面是 对 是这个吧 炫一下 我讲这里要炫一下 有没有手筋 手筋 还有一招棋很像手筋 这 最普通的嘛 大家一拖就不错了 是吧 要炫一下的话 这招棋是手筋 它非常幽默 帮你弹到这儿的时候 因为你走这儿还几段咯 你要走这时 他要 非要幽默 他还要先指你一下 非要让你找出两个刀吧 对 非要让你走什么鱼形 哈哈哈哈 这个气息 蛮顺 然后你还不是近活 不是近活 可以拖 可以渡过放的 就这个意思 但是实际上 要从实战效果来说 拖就足够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假设黑旗没招的话 那么毛锐龙 轻飘飘的这朵云还可以 是吧 但是鼓励很快就亮招了 你看看鼓励的招 哇 就是它这个有点那个 叫做诗相下总结的 宫须易紧易宽 他就说的什么 供虚幻的目标 你要聚焦 要紧 供虚易紧 但是供那种非常紧的 非常聚紧的目标的时候 也要保持续 你要虚幻 要宽 它是一个辩证法 供虚易紧易宽 诗相下总结的非常好 鼓励这个也是你一飘 它就紧紧的缠住 你要很紧 它宽袍大袖离你很远 这个耐人寻味 我觉得古人还是这一点非常高 就是很简单的 不是很简单 就是你用很简单的几个字 汉字 对 就能把一个道理说得很清楚 对 这个有两个高 第一个是古人的水准高 第二个是我们的汉字汉语高 我假设我是觉得 我们汉字汉语最高 虽然你是以前学过外语 外语学院的 我觉得汉字汉语是最伟大的 我学过我也觉得汉语的水平高 你更有发言权了 我们中国文化是最好的 行 它宫须一紧紧一宽 鼓励给它拦腰一撞 然后再搬过 非常怪异 居然过了 但是围棋也很妙 现在我们就是感慨 鼓励这种太棒了 居然过了 有些变化可以摆给大家看看 比如说最直接的 我们再拉一个 哎呦很棒 这个下一条只有轻微接 这个也要断吧 嗯对 然后搬起 搬起是不是 这个档显然不行 这个也不行 对一摆嘛 这个 这儿有个手机 哎呦对 这个死三蛋打的手机 这个斑漂亮 这个好像是简明不行 白起晕了 嗯 因为你 你这个 断打哪一边 它都接上 嗯 是吧 你吃脚上那个纸 它这边先搂你一下 这个气死你 嗯 我把这个气长了之后 对 还给大家看看 大家不明白 因为吃这个显然不行了 吃这个人家一接 吃这个我就是 这个气 人家气就不够了 英雄气短 所以你只能吃这个 吃这个它也不管 它单接 眼看呢 它下一步要度过 你吃这个 它好像这个要怎么样 是不是啊 嗯 然后我low low 对 对 你这个 你这个旗间的四个子要接啊 不接下了半天没有意义啊 然后再打 再打 得 这个是英雄气短 左边插一气 嗯 然后上边呢 封不住 嗯 虽然最顽强的下方呢 通过这个挡这个斑 你外边要封 但是现在是封不住的 嗯 不能够紧封 不能够严丝合缝的封住 嗯 所以这个变化是不行的 那么第二个变化就是 如果这个拐不行 它剩下的只有打 挺有意思的 然后 是不是只有这个 哇 这个就生不如死了 这个必须跟它拼 那就只有断了 断 断 打结吗 嗯 断呢 黑棋要是外边 这个气很紧的话 就贴三三 好像这个 对 气很紧贴三三 嗯 但是白棋有一个打赖皮结的手段 这个赖皮结有 但是这个有也非常烂 顾名思义它叫赖皮结 这是两手结 两手结 摆给大家看看 再看清楚这个状态 第一时间是在针这个结 黑棋这个结就算针不过 它把防线退后一步 第二个结打这个 换句话说 这个结白棋要打胜 自己要花 这个是一手两手 自己要花两手 加上黑棋要花的一手 我现在是跟黑棋提结的 对 如果白棋要找 一直提一下 提一下 三手 对 三手提 这赖皮结 如果外边黑棋这三个子 不是很要命 不会被它一下 加死的话 黑棋还有另外一招 就是尖 这尖就是 干看着动不了 你这样 叫吃又会撞一气 是不是 嗯 行 有了这些变化 说明呢 一时半会儿 白棋没棋 对 是不是啊 它不能立刻动手 不能立刻动手 没东西 既然它不能立刻动手 没东西 说明鼓励这个 供需一紧紧一宽 这个贴身战法 就是非常漂亮的 是吧 如果在白棋 从这边来迂回 然后黑棋脱先 你又打入进去 最后又被人家度过的话 你白棋刚才在忙什么呢 嗯 这个毛锐龙小伙子很好 前头不可限量 但是在这盘棋的这个阶段呢 我们看得出来 跟鼓励在宽和厚这个方面有差距 嗯 还没有打仗 没有杀仗 就已经出现差距了 接着我们往下看 但是棋呢 是很广的 我们说这个地方是没什么棋啊 所以说像白棋 但是以后又还有些味道 好 好 退 黑棋 好棋 对 看得出来呢 毛锐龙他自己总结了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是围甲联赛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局 换句话说 如果鼓励他们重新对这盘棋不赢的话 嗯 他们的冠军就危险了 就鸡飞蛋挡 嗯 可能会飞掉 嗯 所以是很用心的 赛前的准备也很仔细 像这样的下法 从容的下法吧 是不是毛锐龙做了一些总结 跟鼓励下棋啊 嗯 鼓大力嘛 他可能害怕鼓励的力量吗 嗯 他也许不怕 嗯 也许不怕啊 年轻人嘛 出生牛犊不畏虎啊 他也许不怕 但是他觉得明智的下法 难道不是能够让战争晚一点 哦 开始更好 把战线拉长 对 这样鼓励的优势就没有那么大嘛 至少 是吧 可能他觉得自己比鼓励年轻 嗯 然后后面可能会比鼓励 稍微强一点 对他机会也许会大一点 嗯 但是这样的棋一看啊 我们很明显觉得他效率不够 朝气也不够 是不是啊 嗯 那么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的建议是由于这一线啊 有好多好多借用 所以这一代已经小了 根本就不走了 你任何大厂都应该比这个大 嗯 如果说这个这个没有对这边的手段有帮助的话 这个 嗯 没有 对 没有价值 当然 顺便要说一下 作为这个定式 这个古老的定式 现在很少见了 其实呢 黑棋这一招棋呢 是有 有攻击性的 那么黑棋走这个的时候呢 白棋第一个不能考虑 最好不要考虑的 就是这个爬了做活 因为这位置太低了 第二个呢 根据情况要做活呢 有这个靠 但是这个靠呢 也是属于比较消极的 要根据周围的情况 现在这个情况呢 它不太适宜 因为黑棋就一般 你必须要度过 嗯 它打一下 它不走了 它起到一个扩张自己的作用 所以第三个下法呢 一旦白棋拖 现在黑棋走这个 白棋就捡出来 嗯 大的方法捡出来 没关系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这样的东西啊 还紧住 嗯 你接它一跳 就是黑棋从这一线用力 这能增加一些势力 但是这个势力增加之后发现呢 这一代由于有这些冲的断啊 这种种借用啊 这一代的价值啊 不一定有多高 是吧 是 既然是这样的话 左边就不急 啊 所以某日龙下这个 嗯 当然了 后来我们也通过以下的下法可以看出啊 这番棋鼓励要赢呢 也不容易 虽然双方一交手 嗯 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就像跳舞一样 他的一招一试啊 这个动作是不是很到位 就看得出来两位有差距 是吧 但是呢 胜负呢 他有的时候是非常辛辣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可以一盘棋 你的表现 从第一招开启 开始啊 招招都是 加十分 加十分 最后一招棋 招个零分 招十分 招个零分就完蛋 也不行 所谓 这个古人早就说了嘛 汉里面有啊 一招不胜 满盘皆输嘛 对 早就说过了 好 我们来看 这个是他的味道 和平的啊 嗯 黑棋鼓励挂 嗯 然后这个飞 嗯 这个我要问贾倩 贾倩你也是看那么多棋啊 嗯 这个棋型你见过没有 古力的棋当中 这个搭配 我倒是很少见 这么扎实 嗯 我从来没见过 我觉得以古力的风格 一般都是挂一首 都凸鲜了 对啊 让你来懂 对 嗯 所以就我这番棋 我说他的关键介绍词啊 就是古力的另一面 嗯 至少是这个嘛 这个 这个 这个才像古力 这个还要先飞了 再比足 对 这个才是古力 是吧 嗯 但是现在他这个 这个桥梁型流线型 这个搭配啊 这个是过去啊 在上个世纪的这个 中叶之前 那会儿的棋界认为 这个棋型是黑棋的好形 对 其实现在这个观念都已经变了 就这个不一定是好形 嗯 因为他补的 这个 这个局部 这个像一个小汽车一样的形状 这个算一个好形 但是王老师您忘记了 那个时候黑棋还是贴五木板 这一类的意思 是 当时条件不一样 嗯 还有价值观也不一样 嗯 口味也不一样 对 这个口味不一样是什么呢 等于是这样啊 过去 有一些资历比较 我们比较老的 嗯 比较深的一心在一起 大家闲聊天啊 就聊到什么东西呢 假认 嗯 就说现在这个苹果 就有些苹果 哎呀 拿起来一吃 咔嚓一吃 他第一感的印象就是 哎呀 这个苹果没有过去的苹果味道好 其实这个是一个没有证据的东西 嗯 因为也可能过去的比这个好 但也可能是您的口味变了 对 就您的口味很挑剔了 嗯 还有你吃别的东西 肚子吃饱了之后 你的口味也不一样 对 因为过去我们那个年代呢 这个确实要跟其友交流一下 这你们年轻人都已经很不爱听了啊 嗯 我们我小时候 过去的一些年代是 吃不饱饭 肚子吃不饱 嗯 缺糖 这个糖是每个月定量供给的 挺漂亮的 对 嗯 白糖只有半斤 现在是同志们都不吃糖了 你吃一个食物 先问你有没有糖 对 所以这个变化影响了口味 那么围棋盘上呢 这个也是一个口味的变化啊 点到为止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鼓励 他的棋当中很少看见这种太极拳一样 嗯 一招一招摆好的 很少 那么下一招 哎呀这个毛月龙说来得更正好 我也希望 你不逼我就拆 他就拆住 好 这招是古力特点的 有古力特点的一招 贴住 嗯 这个比较饱满 是吧 加钱 防止了白旗各种各种借用 嗯 他想防止 结果后来 后来也有些怪味 嗯 对照期很难说 嗯 等于是这样了啊 其实呢 把这个子吃掉不小 把这个子吃掉不小 他在退 那你当然只能不走了 不然他先手便宜 嗯 是不是啊 嗯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考虑这个有没有 这个不一定有 好 那他先搬一下 嗯 哇 不知道吃在哪 你都可以吃 对 一招对 他不是就有家的吗 是 是不是啊 嗯 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 由于有这个二路拖 就是黑旗要补旗的时候 这招旗补的一点都不丢人 嗯 我这一招你没有拖了 你将来要收最多只能接 嗯 但是 也不是说哪一个 好 这就是古力的感觉 有可能的时候 他把这个旗心绷起来 对 绷个旗 他下一手是可能强调这个 对 这也不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接着呢 毛润龙这个紧紧屏图 其实这招旗啊 很大 按说呢 既然鼓励 开始觉得交手得力了嘛 就这招旗 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就是及时走 这个白旗这边有什么手段 没有 立刻没有 你看这个刚才贾倩 已经给大家摆了 那个没有 这个也没有 你看 你打吃 你接上 再冲断 这个也没有 就冲 等住 断 对 断里头 先扳好还是 一样 你先扳他就蹲 嗯 对 接上 居然也没起来 脚上还是那个玩意儿 就你哗啦啦打下去 你接他就断 嗯 是不是啊 还是这玩意儿 由于有了这个牵制就是黑旗在这一线出头 它的方式要注意 但是暂时是没起的 暂时没有起你当然可以不走啊 嗯 所以这些是大厂 是吧 呃 这就另外一面嘛这个给大家介绍这盘鸡我们品一着别的味道 因为在今天之前我们看到太多的棋都是火花四箭 对 栗战性 然后坑枪之声不绝于鱼儿 是这样的棋 但是现在可能就是这样的棋是现在的主旋律 哈哈哈哈 如果好像不做这样不太符合他现在大家的风格 这就口味 换一个口味 偶尔换一个口味 啊 偶尔给咖啡里边倒一点酱油 哈哈 很属于这种 嗯 好 我们看他贴着啊 其实这个地柱呢 白棋的全局还是可以的 就这刀棋几乎算是最后一个打场 嗯 接下来的下方有点怪 毛锐龙这个年轻人是不是觉得形式不错 你要鼓励撞 因为这个是首先你被人家封住很难受 嗯 出头呢好像是两边你总要帮一边 你都不是帮这边就帮那边不太愿意 对 哎 那么他就以工为手撞 但是这样我我我看到这首棋我才发现 是不是黑棋这首棋就是为了强调这里边的味道 对啊 是啊 当然你说到这呢 就甲前也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他在这儿普普通通贴一个补一个 并不是十万火鸡立刻要补齐的地方补一个 原来是跟这一代有关系 这个就是和平棋啊 或者说太极拳 他在棋的另外一种运位 嗯 跟那种刀刀见血的棋 我可能是先收出来 先收回来 然后我再发礼 哈哈 但你先收这个 就是你已经带动啊 所谓已经带动 先收回来 先收这个必须要是一个有价值的动作 嗯 你不能说我先退军三十里 没有任何要求 你就退军三十里 然后再进入二里 不行的 我们今天等于是 算是在新年当中 品一品这个2012年齐聚当中 一些另外的味道 好 齐聚到这儿呢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呢 我们再继续欣赏 古丽和毛瑞龙的这盘别致的棋 好 齐聚我们关您回来 我们继续收看这盘棋 对 这个挺有意思的 有的时候要换一换口味 要从古丽的棋当中 挑这个非常血腥的沙大龙的棋 那太容易了 太多了 这个很难 对 这个东西 说到古丽沙大龙 我就想起来 它就是不久前下的 三星杯决赛那三盘棋 哇 真的是 漂亮 对 非常非常漂亮 但是 很难想到它还有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格局 闲情雅致 我们接着看吧 还有好多味道 这刀棋呢 涉嫌对古丽不太尊重 我觉得 以下呢 这个定型顺便给大家报告一下 超大飞这个形态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谓的 新卫超大飞 古人叫小铁王 小铁王这个棋 碰了之后 这个斑 然后下一招 是不是 打吃了再蹲 这个下法 它给它一个定性 我们各位旗友呢 以后下的时候就注意了 这个下法 打吃完了自己再蹲 一个定性 什么情况下 这个下法才可以呢 四周都是敌人的铜墙铁壁 你以自己联络为唯一目标的时候才可以 除此之外就是屈辱的行为 就屈服的 而且还前提是提这个子的价值不大 对 因此这个下法基本上是很不愿意给大家推荐 我们大家要下这个期 我建议大家怎么下呢 你要尊重鼓励的话 你根本就直接不理它 这个对它最尊重 当然你的机会也更多 你尊重对方 你机会也更多 要跳 因为它一搬你就退 但是这样可能又是形成主旋律了 这个是尊重 对 回到主旋律了 好 我们看看这个非主旋律 它一搬 那么黑旗一搬 白旗就要吃 一尝 它一下蹲 鼓励一下一招很鬼 因为这边针子固然是不利 它没有很深印的到这来引针 因为这个期局就失控了 它这个地方是大局 所以它把它拐过来 拐过来白旗不能拐了 是吧 如果你再印 它这个就直接撅出来 接上就行 所以白旗这个毛月龙就从这边贴 那么下面它一巴掌先朝下抡 这抡当然白旗只有再挺头 不然这个二子头被一搬受不了 只有再挺头 接着我们看很好 黑旗下一招提 这样等于说黑旗先手把这个头封住了 也算是有点收获 不 但更妖怪的是 所以我们发现 过去说张飞穿针 鼓励收官子 都叫初中有戏 它这个是个好旗 这一招棋太好了 如果没有这招棋这个变化 白旗确实还可以 因为接下来白旗这个先手 然后那边也是先手 对对对 这个太好 这个脚杀人不见血 这个金桂脚 首先里头是什么东西不太清楚 实在着急的时候一点 你这个团不上了 也真不一定活 对 它外面坐不出眼来的话 还是这有点 而且它两边二路肩 你关子已经大损了 是吧 主要是鼓励这个尖尖的有意思 毛锐龙一看没办法 这个可能是毛锐龙漏算的地方 因为你不理 贾倩 这不能 这一下受得了 这个 它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它是这个 要么待会儿搬下去打结切断影 要么它二路一爬全部连上 两种下巴都白棋不能接受 你看白棋有这么多人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难言之隐 好 不得不打 下一步就一跳 黑棋形势大好 但是下边一招棋 毛锐龙也下得很好 所以围棋它所以在变 经常呢 假如我们说是这样 我们看待围棋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好或者是不好的结论 但是这个不是非常准确的表述 它好 哪怕它80%以上的好 它必然有那么百分之十几的副作用 它一定是这样 就是试药就有三分毒 一定是这样 要不然它就不试药 要不然你会白开嘴 多出点汗 你可以直发烧到质感 它就是这样的 挺有意思的 你看一看这个黑棋顺风满单 你看下一张毛锐龙下得很好 下一步它斑 这是个小妖怪 这个非常有意思 适应手 适应手 我立呢 你如果立的话 我一毛不拔 搭眼一看有这个东西 咔嚓一段 那我是 搭眼一看 我是说就是我们旗舰在盘上探讨的时候 它有些表述方式 大家都是叫做心有灵犀的 约定俗成的 不见得很准确 就是这个其实一大眼一看有这个东西 但是它不是在科学试验室里 我正要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实际上黑棋是可以考虑力的 可以考虑力的 那么一大眼一看有这个 贾倩一看有点头疼 你不能被他杀 你指这个他也接了 你不是不能断了吗 往往你想到这就打住了 但是事实上 黑棋这个棋有可能就是应该的 你说白棋有这个大眼一看的东西 它没关系 我还给你较劲 你大眼一看有 我们再往下推敲 他说我就接上 怎么了 那就是要全杀了 不是全杀 你就算活了又怎么样 随便你 已经可以逃了 不用那些手机 已经可以逃了 逃了又怎么样呢 贾倩你看 待会人家这有这个 虽然它这个很重 但是它总有吧 是不是啊 然后呢 它这个地方拔得很厚 你这块棋就算逃掉了 就算你逃掉了 这个或者这个 我们不禁于想起 过去给大家说的 这点一有机会 我想给大家强调 我确实是接触的棋友多 这棋友当中的大部分都是恨空的 都是巴不得把人家的空打得稀巴烂 我一直想给大家报告我的一个感受 经常对方想成的一块空 你让它成 比把它打烂 对于对方的影响还大 或者说对于你自己的好处还多 让对方成空 对我好 就这个东西呢 我想 一有机会就先给大家报告 那么要报告这个东西 它背后有一个说法 就是你把对方一块空打烂 如果对对方形成这块空的周围没有影响 它都是活气的话 你把这块空给它打烂了之后 实际上你的本质等于收了一个棺子 等于收了一个棺子 收了这个棺子有多大 就看你破掉这块空有多大 你的棺子木数就有多大 很少有你把人家一块空打了之后 这个木数超过25木的 因为25木方方正正一座城已经很大了 是吧 你看这个是25到这了 这个空几乎要这样成了 甲钳 你说如果我们大家把这块空给它破掉 要到这一线了 把这块空破掉 您多有成就感 是吧 你很高兴过瘾 但是不见得便宜 很怪 为什么呢 假如别的地方剩了一个25木的棺子 如果你不能对它有影响的话 所以不要说25木了 就这个 这是15木的 著名的15木 所以我就希望呢 我们大家以后品这些位的棺品多了之后 总结一个东西 就不要那么横空 非常怪 围棋啊 它真的是与人方便 自己方便 有些时候是对方满意 我更满意 这个是最好的效果 如果对方一点都不满意 反而坏 就是对方那个棋稀里哗啦了 一上两山 没有 不是 甲钳 比方说你走这个 它应该要立你 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报告一下 然后它打结下一步 搬又应该要立你 是吧 应该就很 你一塌糊涂了 这一走 你说下什么 是不是 就是黑棋 现在烂成一团了 烂成这样了 下一步 甲钳我问你一个问题 下一步 白棋在这一带 要下一个最好的下法 你说在哪 他肯定没有结论 我先把他说了 免得他费脑筋 也免得耽误大家时间 就是说他到一塌糊涂 走得很糟糕的时候 你要寻找最佳答案 反而没有了 对 就是你白棋要想 我现在下一步 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吃掉的时候 反而没有 他已经很伤脑筋了 对 当然是因为你刚才已经太好了 所以这个当中 就有围棋当中的好多道理 我们这个是耐人寻味的 因此这个地方我就说 下成这样黑棋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实战 如果我们大家通过欣赏棋局 能够在观念上 不要说 我不敢说改进 进步升华 我不敢这样说 能够在观念和视野上 能够拓宽一点 能够多知道一些 甭管它对还是不对 这个味道不是就更多了吗 然后我们再看他们的 叫吃 这个毛鱼龙最早几下的不错 那么鼓励叫吃 叫吃你没想到 左下角有一点点小虫子 将来要长点小虫子 长草以后 对 当然毛鱼龙这个是不是最好 就很难讲了 是吧 因为这个地方 由于左边有一点点棋 这个不一定是最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接下来鼓励的表现也很意外 我们摆给大家看 他根本没有要吃它 按理说我们会想到 进攻 古大利是不是要走这个 是不是 结果我们接着看鼓励 他是这个 他就是这个 他就送他回家 开枪为他送行 他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鼓励 就是他这个价值观的判断 现在随着跟李适时的切磋 因为李适时最近也有这个迹象 我最近看到几盘棋 李适时是不战而胜 那么他就在探索一个不战斗的东西 古力跟李适时是非常彼此 非常了解的好朋友 他们艺术的感觉这方面 都有好多地方一样 而且他们棋风也是比较相近 非常相近 所以李适时在做不战而胜 这方面的探索的时候 古力其实也有这方面的体会 不过我也很难想象 将来假象 我们其实看见古力和李适时 下棋的时候 两个人一上来就拆二收官 小尖 很难想象 好 我们接着看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古力 然后他就飞 对 毛日龙飞 古力就跳 你看他在干什么呢 他一跳 他就跳 这哪里是在攻击 但是通过这我们看到古力 另外一面就是 我走我的阳光道 我走我的阳光道 你走你的独木桥 然后我的价值高 就行了 就行了 这样就行了 我觉得说阳光道也好 因为这边好像是比较阳光的一面 这边是比较阴暗的 不过这个阳光它叫太阳黑子 它是黑色的阳光 太阳黑子 太阳风暴 行 那么下边两招棋 我们也看看这个毛日龙 他一方面自我感觉 居然可以 这是一个不是很正确的感觉 但是也情有可原 居然还冲得拐 这个把黑漆走得更厚 他可能是怕冲断 怕冲断 那么对 同时也算是要争现实 但是这个简单说到吧 所以我说毛日龙 他这个想法 也许基于他觉得形式还可以 但是这个感觉 那是有错误的 形式不是有可以 不太可以 要补这个断点 贾天他宁可花一个后手补这个 因为这个本身就有钱 这个牧师本身就可以 好 毛日龙实际上这样下了 但是后来这期要云也不简单 一拐完了之后 毛日龙叫吃 发动这个了 叫吃 刚才这个班是好题 和平竞争当中有很多好题 下边一招起鼓励去选择的最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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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没有吃他的手的 没有 他吃不尽就可以立 他不能 他跳 他主要是跳 你再跳这个 他再跳 他就是这样跳回来 二路小跳 跳完了之后 我们发现整个这块黑旗 他的根 黑旗眼我也没有了 两个假眼 哈哈 就是夸张的说法 所以鼓励选择了最简单的下方 我就挡住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本身是黑旗稍微有些吃亏 是吧 只不过白旗现在选择是不是最佳时机 这个我们还需要再探讨 有这个旗 但是毛锐龙已经当得起这个地方 说他刚才搬一个是好手 这个说法已经当得起了 下得非常好 我顺便再给大家说明一下 刚才介绍这番旗事情就说了 我们看一下另外不一样的鼓励和不一样的毛锐龙 行 这样我们就已经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了 鼓励这出现了一个两个刀八五 还有一个梅花六 这个旅行 行 但是鼓励获得了先手 下边一朝起又很好 拆这个吗 没有这个 最早起好 我们印象中的鼓励 由于中间铁画 他好像已经要干这个干这些了 是不是有些旗友还会想到这个 这么说了 结果鼓励选择的是这个 是不是跟他当初这个思路也是连贯的 连贯的 就是我压迫你一些 增加我一些 如果你一定要来过分的作战 那我就跟你作战 这是黑气有利 如果问问当当的推进 他的判断黑气已经够了 即使左上角付出这个代价也够了 如果鼓励真的是这样想的话 各位旗友 大家想一想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不一样的鼓励 还有这样的鼓励 是 是不是 所以挺有意思 这道起好奇 如果你要围这个 那当然就输很多了 我原来以为是 只有李昌浩是点着木下起的 现在是 这个是怎么着都行 这个中间就越来越大 对 当然后来鼓励也出了一点问题 我们接着看 人非圣贤 俗人无过 靠 斑 毛锐龙意识到要作战 哎呦 这个黑气有很多腾挪 结果鼓励选择了最简单 最简单的一种 对 所以从这盘棋的 有些招法 我为什么觉得给大家介绍 这盘棋不错呢 确实我们看 看鼓励 还有他的另一面 这个很有意思 这很有价值 我们认识一个棋手也是 你不要以为 他的风格就决定了 他好像是退缩的 那么对方一来我就肯定要签订城下之盟 他不一定 他会反击的 因为他就是一个攻击型的棋手 对方有断 逢断必断 也不一定 这个恰恰也跟我们围棋它的主流 围棋的主流思想 就是一个字就是变 它随时都会变 你说围棋像军事也可以 像政治也可以 是吧 文化艺术更是 本来也是体育 是吧 有味道 好 我们看 一退 白棋当然是一退 黑棋再一靠 这个靠也是初中有戏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如果你不靠 将来白棋也是补回去 那么你这个靠刚才居然还便宜了 你看你和他这个交换居然不亏 因为你随时一接就是事他应手 如果你没有这个被他猜疑的话 你还挖不到 你只能走这 只能进一路 这个小地方不要小看 这个鼓励啊 这招棋下得很细啊 因为白棋不可能走别的 你想这些影这些针都来不及 这个搬一下不得了 挺有意思啊 就看这些棋谱 随时都很感慨 就要吃这个不要跑了吧 甲芊 针子它是不利 但是它推土即有利 它好像推一下了 它推一下都行 推 推 都行吧 推一下就推 也行 所以毛锐龙一看这个只要弃了 就把它打起来 黑棋搬 白棋搬 黑棋再反扳 这个地方当然它要是全部成空太大了 是吧 接着现在叫吃 哎呦你这个还敢叫吃 甲芊 那么就在想 哎呦这些东西有没有啊 这些有没有有鼓励要考虑这些啊 不用考虑 不用考虑 人家还是长 还是长 那么白棋接上 好了 现在我觉得我们大体上可以判断一下形势啊 因为下一招棋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这一招呢一拐就全部合龙啊 这个就很好数控 简单数数控 这样我们就发现这个和平竞争的结局会是怎么样 同时也就为待会解释下一招其这个鼓励出的问题啊 做一些铺垫 我们看看这个地方是10 20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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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37 38 39 40 44 44 44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因为它全部厚了 所以这个53目以上肯定是 5455 56 57 58 59 60 61 这个怎么着 56目期都是有 所以很接近678目 白棋的全局呢 要是在下一招棋下之前 这个棋只有10 12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3 13 23 33 35 36 37 38 39 4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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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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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都不到 而且黑棋这还没算啊 旁边十木墙 朝外 朝外 这肯定朝外 还要给白棋走一首棋子 这个也很大 这个可以搜刮一下 黑棋这么多 而且黑棋还厚 它贴着边上有没有 这个棋肯定是黑棋大好 那么大好的时候 人容易出问题 他想更好 想更好也可能 但是大好的时候人容易放松 这个是必然的 就是这个圣不交败不累啊 也是我们祖宗教训我们的 他为什么呢 他是有道理的 就是你生了之后 人一定会得益的 因为人是动物 他失败的时候 他多半会气垒的 就是一般的人啊 有这个规律嘛 所以他才要告诫我们 尊尊告诫我们 我们的祖宗要胜不交败不累啊 你做到这一点 你才是人中浓缝啊 你做不到 你当然就是一般的人 但是做到的人肯定是少数的 是少数嘛 所以才会是人中浓缝 我觉得这都很有意思 所以下边一招棋啊 鼓励就太高兴了 当然幸好他确实运气不错 这个棋怎么下都是他好 他收这个十五目 这个十五目一看就明显比这个小 你看 这个人家一贴出去之后啊 这是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已经是十五目了 然后还带很多味道 而且你这一招棋就是天赐的一招棋嘛 你看这三点成一线最好的连接方式 对 和龙呢 他去爬这个 爬这个被人家把这个一束 哇 这最显然亏了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围棋价值当中假签 我们说这招棋爬 它是十五目棋的价值 但是它不是十五目棋已经到手了 它不是十五目棋的价格 不是这个 这个是十五目棋的价格 它就是这么多东西 这个你有可能十五目 什么时候你被人家一收到的时候 你只有五六目棋 等于说走一个新手关子 对 所以通过他们 我们今天这盘棋介绍不一样的古力 和不一样的毛锐龙 他们的另一面 我们顺便也接触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在表述的时候 说到某一个棋子 它价值多少的时候 不是说它就是这么多 对 是不是 是说它已经 已经拿到这么多了 它是有这个价值 对 它有这个价值 而像这样的棋呢 它就是不折不扣的 已经十五目了 刚才数给大家看 它这一除你就什么都没了 对 因为十五目已经拆在那里了 拆在那里了 它这个你总要印的 它就兼这个 最不作为的 下一步要靠下来 你总要印 是吧 你赢这个呢 它待会一走一走一加 还少 你赢这个目数多一点 这个目数就好算了 但是这边也 这边也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 黑棋现在只有 一二三四五目 全部没目了 如果它拐住的话 它是一二三四 这已经五目了 增加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这个指在这儿 这不是十五目超万吗 对 应该不止十五目 超万 而且还有别的故事 待会我再给大家摆一个变化 就是在和平格局当中 其实也有很多变化 因为我还是顺便 想给我们广大的旗友 这样报告 我跟你们大家都一样 贾倩 我们跟大家都一样 都喜欢这个 满盘皆是大杀旗 满街都是黄金家 就喜欢这个 我们也喜欢 古力和李诗诗 杀起来的时候 我们都喜欢 但是你光看到 光能够欣赏波涛汹涌 这样的场景 还不够 进入止水的时候 万奈居寂的时候 这样的味道也很好 而这种万奈居寂 像这样的局面 和平旗 它背后实际上 也是波涛汹涌的 你比如说这个奸 它不是 白旗最着急的时候 是可以不应的 是不是 它说你要有本事走这个 我再走这个 你有本事来挡 我六心不认 这不是也波涛汹涌吗 最后它为什么 还要挡一个呢 所以我是想 给我们广大的旗友 多提供一种选择 大杀旗很好看 有的时候和平旗也很卖 那可能就要用另外一种审美来看 对 另外一种审美 看现在街上流行什么颜色 就这个意思 因为围棋它是兼有科学和艺术 两种特征 以科学的东西 对于可以数字化的东西 做的结论是颠扑不破的 是不是上帝 前一段说的很厉害的 物理学家的上帝的粒子 有没有那种东西 人家物理学家就说不可能有 因为如果有的话 就是速度 这个速度很快 超过光速 它不可能有 有的话 油顿的大杀就坍塌了 它的基础就是这个 就不可能超过光速 就这一类的 它是科学的数字化 围棋盘上还有一些非数字化的东西 那我们能够多品一些 味道多好啊 行 这个好像 这个换一种隔天 好像就是 品起来不是那么容易 不像那种杀鸡看的一目了然 对 但这个例子也很好 就下了这个 白棋再把这个藏进去 这就是说什么 刚才我说的 人有七情六欲 你即使鼓励也会犯错误 下得很顺手的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我很快地给大家摆一个变化 你看 它不仅仅是十五目 还有这个 假如我们读苗 我们来下这个棋的话 你会弄晕的 咔嚓一段 你已经不知道下什么了 最强的是这个 吃这个 你不能搂 搂了它下边活了 你只能走这个 它在搬 你一看头已经有点晕了 这个这也打下来了 一股脑而一 大眼一看 所以这个超过十五目吧 远远超过十五目 但是慢 所以这个又是 我想起小时候 听他们说的 国际象棋 过去一位大师 叫菲瑟 国际象棋的菲瑟 世界冠军 他有一句名言 他就说高手总是幸运的 很有哲理 就是你各行各业 什么人成为高手 就高手总是很幸运 他如果不幸运 他也成不了高手 总有一些人 他水平又高又很幸运 这个地方的幸运 再软了假天 这个下法不行 你看 你以为打花了 他把这个提掉 你这个只能接吧 他下一步一尝 这个这是个妖怪 就这么多变化之后 高手总是幸运的 你走吧 他度过了 他度过了 你忙了半天 瞎忙活 对 这个简直想不到 这个给大家画个示意图 就是了 因为我们还有别的内容 就和平棋 也很有味的 你看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棋力不够的人 你下个这个 他不是已经运了吗 搞不好又活了 一般一尝 一般这还有点 这个棋要活了 是不是 所以说还是应该走这个 不给他这个机会 我们接着看 接着看 很好 这个棋 96 这个没打 没有 黑棋终于增到这个 这个是很大的一点 白棋呢 哇 这个又是好手 这招棋 以下很精彩 双方都有安排 点 毛锐龙这个下得好 鼓励团柱再拖 这招棋下得好 下一招棋 黑棋要搬 脚棋能不能搬这个 我问你一下 搬到我家 哇 现在岂可一 不是退 不是退 让你这样就活了 我先把他走 他要加 他要把你弄死 黑呀 你一吃 他吃 提 咔嚓 再咔嚓 这事闹大了 不要小看 你以为各五生平 这三个脚 三个指的脚就活了 所以鼓励呢 在这和平期 他也很清楚 他就从外边搬 一般人家还要挤 他这个要挤 因为他不能吃这个 你要断这个 他要加这个 甲茜 是吧 这个地方的故事是这个 他要走这个 这个才行 那么白棋虎 黑棋再拌 所以各位你们 大家请看 如果你内力不到 不能像鼓励这样的话 在和平期当中 你也没法操作 你有可能这一个局 不用帮了 你就吃花了 又吃花了 你是辛辛苦苦几十年 一个脚上全部吃飞了 一招会到解放前 行 现在形成了一个良性转换 很好 我们接着看 还有一些故事 因为看一个不一样的鼓励 107 白棋108 没打了 斑 毛瑞农牙估计也快读秒了 他虎 他对这些已经有计算了 他发现还不能把鼓励击溃 就是说鼓励老师 先做一些铺垫 结果你看人家鼓励很鬼 马上处这个 你还没有联络 就你以为我不知道 这一连串的东西 打过来这个 处这个 毛瑞农又不干 不能消极联络 他走这个 如果你打了 他咔嚓 天上一盖 又盖住了 鼓励又搬这个 尖这个 你敢不敢下 你这个不行 恐怕是不敢 全不要死 所以只要搬 先把自己脚跟站稳 这个是很较劲的 他是不是先刺 他先刺 先刺 缓解这个的压力 这断了 对 然后他再虎 鼓励为了最清楚 这个叫吃是稍微亏一点 但是他为了这一代 对他的威胁最清楚 下一个人不回去 好了 白棋不得不补了 要二二 这是补在 鼓 这个地方 好 这样一来 黑棋左边那个猜耳也存空了 但是下一步棋 又是初中有戏的一招 我们接着看这个 搬 这本来是白棋的权利 现在黑棋就是要给他搬了 他里头有新掉 现在这个逆收 我们看是什么意思 没有 他主要是这个 主要是这个 这个现在不掌心 就是有 有 你走他就储嘛 你扑提嘛 你提他就随便补嘛 嗯 虽然很耐皮 但是是一个结 对 是耐皮结 耐皮结 连环 没有 不是连环 他可以接这个 因为我现在我怕这个时间不够了 所以这个变化我就 本来有点代表现 给大家摆一摆 是这样 他就这个拖 有这个变化 有这个变化之后呢 就意味着黑棋 他有这个 你走这个 那么一爬 你觉得他打不过 直接走这个 他把这个一接 是不是 你得吃 他这个吃先手 在这种情况下 他再来拖这个 让大家看看 因为你走这个 他扳 就直接是打格了 所以你一定是走这个 好 棋 他又退 好像交换了 再扑 交不交换 好像是差不多 对 因为他这个是先手 这个就大家看得很清楚 刚才他已经堵了 他刚才已经堵了 直接打这一样 好了 这个下到这 甲钱你说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地方 很奇怪的一个结 是个结 白棋可以不走了 就是说黑棋是一个结 这个结对白棋有威胁 但威胁力不够大 因为白棋从现在开始 他不走 对 那以后黑棋如果想吃白棋的话 他只有接这个 对 你接这个他又不走 对 然后你还要再提这个 他再提 你再提再点 所以他是要 黑棋要连续做投资 但是毕竟你这块棋没活 对 是不是 就这个意思 这个我说到就行了 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和平棋 它背后的波澜状况 那么白棋呢 在这做了两个交换 是吧 嗯 靠吗 他靠这个 先靠这个 就毛锐龙呢 他常态的时候 发现这个地方 这鼓励这家伙太狡猾 看起来很薄 就是没棋 我就收收关子 他就算了就收关 收关 但是这梅棋并不说明 刚才鼓励这个爬比这个大 鼓励不对的地方 我们还是要给他指出来 接来后 终于把它捕了 是吧 黑棋这个尖好手 这个尖是非常棒的一招 那么如果你要印这个 他就搬这个 他就搬 打 再搬 就摆给大家看看 这两个都是新手 然后再一搬 你看这打 好 他再收关就行了 毛锐龙在这 后来出现了 一想不到的变关 他是不是打了一次 没有 后来打的 白棋尖这个打 而且尖这个 他还有一个 很遥远的想象 他把这个棋子 收完了之后 将来这一代 出现某种变故的时候 这块黑棋还没有活进 这是现在职业高手 他们都在惦记的 过去我们下棋 这些事情 由于操作性比较遥远 所以基本上不惦记 但是他们现在 一有蛛丝马迹 他就惦记 真的是这样 后来我们也可以 主要是这个地方的 给大家摆一摆 那么鼓励下一招 看都不看 蹦 我们知道他棋本来就下得快 是吧 好 然后人家一尝 这招棋下得非快 这是鼓励的一个小问题 对 他应该先扳 他应该扳 他就是先扳的 没有 他是先顶的 这个出了问题 但是他就是先扳最好 你走这个 然后再顶再打就行 这地方给大家摆一摆 但是他不致命 就是鼓励他这个高手 总是幸运的 他犯了错误 不致命 你走一接 但他再扳 蛮以为人家走这个 他打这个真好 好 人家毛瑞龙不走了 这个叫吃 先手 必须接上 结果人家团这个 这个他受不了了 突然之间 是不是 最后 这个转换 我最后觉得 好像黑气也不亏 也不亏 但是关键是没有必要 作为优势一方 完全没必要 对 然后他只好契合 对 摆给大家 很快的摆给大家看看 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把这个血液的 缩到就行了 这种黑气还能先摘一下 然后 你看 这四个子被人家吃了 就按理说 看错了 昏招 这个气是不是要逆转了 就要他一拖 一走 一接 由于有这个家 还有这个 这个家是好 由于有这个家 白气控 中规还是不够 如果这个气 仅仅是搬这个 他打了街上的 这个气管还不一样 后来他一加 因为你这个没法弄 所以黑气全盘太厚了 最后打结 打不过 打不过 我们白气做了退了 还是黑气的空中 我觉得总的来说 这盘气最终是鼓励 黑气中盘胜 总的来说 我们还是想通过这盘气 给大家看一个 不一样的鼓励 在新年的第一天 细腻的一面 新年第一天 让大家看一个 稍微新鲜一点的 这么一个 围气盘上的景象 是吧 不能全都是 雪与新风的样子 围气的故事 是非常多非常多的 好的 节目结束之前 还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2013年的新年 祝大家一年都很顺 然后我们在围气当中 得到更多的乐趣 好 谢谢大家 谢谢